来,八年级的同学们注意了,今天咱们来看一道二次根式的经典立体 这道题目还是看上去非常吓人,但实际上只要你仔细观察,非常的简单 告诉我们实数AB满足了这样的一个方程,求的是A的B次方 三个非负的式子加和等于A,其中有一个是二次根式 那么二次根式自然会对背开方数产生限制 那么A-2一定是大于等于0的,因为B-2的平方一定大于等于0 所以咱们不用再去考虑,A既然是大于等于2的 那么A-1的绝对值,A-1就一定是个正数 那么直接把绝对值去掉,A-1再加上一个根号下 A-2再乘以B-2的平方,再加上B方加1等于A 写到这里之后,左右两侧的A先被削掉,右侧变成0 这里有个-1,这里有个正1也被削掉了 剩下了两个非负的式子的和为0 那么这两个式子必须同时为0 也就是说B只能是0,而A必须是2 那么相应的2的0次方当然是1 大家学会了吗? 下课!